好來分享一下閃耀之星餅乾的初步分析 那接著待會一樣會有給各位來詳細講一下他相關技能的東西 那我們這邊直接先上一個懶人包吧 閃耀之星啊他本身的技能寫了那麼多 重點的話其實就是牛糖餅乾的上位版 我們就直接先這樣講 然後再來他的技能除了我們剛剛講的就是牛糖餅乾的多段傷害之外呢 他還有分兩個階段的暴擊傷害抵抗的疊加 那我們這邊只要看到畫面啊如果他的那個血條 是有那種粉紅色BlingBlingBling的 這個東西呢叫做閃耀搖滾精神 他放招的時候只要是有粉紅色的狀態 全隊都會增加暴擊傷抗 那自身的話是會加35%加的很多 好那這是第一個 就是你放招期間的時候有粉紅色的叫做閃耀搖滾精神 好那緊接著你在發動技能的之後 如果總共是有造成暴擊12次的時候呢 又會額外再加暴擊傷抗但只有8秒 其實啊因為你放招他會有一個技能的延遲嘛 所以其實這個8秒跟這個10秒基本上他是同步的 OK所以你可以把它當作就是 你如果真的有暴擊12下的時候 他放招的這整個的瞬間 就是自己基本上爆抗加了50% 我方其他的單位爆抗也加了快30% 就30%多 簡單來講就是牛肉湯餅乾上位板再加好多個爆抗 懶人包就是這樣子 因為電流過載其實他給的這個效果 疊加的雖然數字也不錯 但是因為我們目前現在比方說對方大部分的補師都是花小龍 那還有一個是搖滾餅乾 相關的這個補量都給的非常多 基本上這個電流過載就算他把鐵護盾無效好了 本身的這個電 也只有在倒數1分鐘的時候他才有一個痛的感覺 不然前面基本上是沒差的 還有另外一個是發動暴擊的時候 還會無視所謂的傷害抵抗 所以你這邊特別看 他其實是很吃相關暴擊率的 那我之前在上一部影片有在講搖滾餅乾的時候 才有跟你們講說 基本上閃耀之星他是綁搖滾餅乾的 他們兩個基本上是綁在一起的 搖滾餅乾他放技能的時候還有跟你講 我們這邊只要暴擊率有達到額外配料的5% 就會加35%的效果 35%的暴率 再加我們的效值 就是50% 所以如果你在正常的情況下 再搭配一些可能 配料的附加屬性 那你的技能啊上限值基本上我會建議是用全攻擊的 就全攻擊上限拉的非常高 那反正你暴率都已經有過50%以上了 你這邊東西隨便加加都670%了對吧 所以我這邊才會直接用全攻擊來 這樣子實測 然後再來技能啊他這邊有跟你講說暴擊12次 打一個單位我們經過了多次的實測 多次 就差不多一個單位是12次 但你也不可能全部都暴擊 所以他這個技能的話就是要打 複數的單位 他才會觸發這個所謂的15%的暴抗 就這邊特別講 然後來看配料吧 因為本身他的機值是12秒 所以基本上啊我在這邊在組的時候 就是直接是用全攻擊的方式 全攻擊 抗拉高 冷卻差不多5%左右 有一點暴率就好了 那其他玩家一定會講說你有沒有試過別的配料 那我們在直播的時候呢我也有試過 暴擊配料 但是暴擊配料我覺得效果不好 因為你本身就已經搭配我剛剛上述說的東西 你的暴抗就已經超過了50%了 你搭配暴擊配料就是一個滿暴的狀態 那你為何不用攻擊配料把你的上限拉高呢 相關的邏輯 跟牛肉糖餅乾完全一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冷卻配料 我也是 我們這邊也課了禮包 我也有拿新的這個 夏威夷風味的配料 熱帶搖滾風味 好 我也拿來洗 OK 我也用了 但是因為他的機值值了12秒的CD 說實在的用冷卻配料我覺得差異不大 空窗期一兩秒 如果你遇到雙碎的陣容月光或星辰 基本上你遇到碎一碎你還不如塞全攻擊 這是我們翻車翻了那麼多場得到的答案 你用冷卻配料 機值12秒 可能可以快個 一兩秒放招 真的被睡覺睡一睡 你乾脆塞全攻擊吧 這是目前的結果 初步的隊伍這一邊 我們這邊就是有帶 搖滾餅乾嘛 搖滾餅乾就是上一部影片有提到 我們這邊搖滾餅乾是 只要他在這個爭議效果的期間內 我方的單位 只要有暴擊 超過5次 他就會有所謂的額外群體的恢復效果 這個的話是小額的恢復 每發動5次暴擊的時候 他這邊就會有所謂的11%的恢復 那他這個恢復的話你會發現就是只要有閃耀之星在 然後可能他放招是個群體多段的那個啪啪啪啪的傷害的時候 你發現大家都會一直瘋狂的回血 這是第一個 但因為閃耀之星他的技能多段太多了 那包含可能像月光也是可以的 所以其實搖滾巨星餅乾 很多玩家才會講說 其實他不應該是只有搭配可能像閃耀之類的東西 他可能可以搭配其他餅乾 也是有原因的 OK 就這樣 然後快速來看吧 寶物的話就是我們的 鐘錶 少子跟秘笈 配料這一邊 聖莓果的話 很赤龍 這個是全冷卻的配料 那冷卻的話就是20%以上 就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配料啊其實他沒有到特別的高配 我說沒高配是因為他的這個抗沒有到特別高 但冷卻就是20%以上 然後油滾巨星的話我們這一邊 冷卻拉的比較高 因為我避免後面的人在跟我撞冷卻 所以冷卻拉的比較高 大概23%左右 那雪弱呢24% 這兩個其實已經有點高配了 但是畢竟是搭配了閃耀 直星的 隊伍嘛 所以我覺得可能稍微高配一點 應該也還OK 就只能這樣講了 但是我先講 我們的搖滾巨星他還是可以吃新的配料 這個新的配料如果你們是有冷卻複抗的話也是可以給搖滾巨星的OK 就先這樣講 然後再來剛剛閃耀直星講過了嘛 花小龍的話就是攻擊暴率攻速冷卻 OK 就這樣子講完了 221 閃耀直星餅乾跟搖滾支星餅乾都需要抽嗎 搖滾我建議你可以抽 因為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玩法 我看這一邊就被睡到不能放招了嘛對不對 那這裡就是雙睡的優點 我們剛剛直接被睡到我晃不了招啊 那個就沒辦法 所以很明顯的可以看到這一隻死屍他給的爆抗效果不錯 但是你只要遇到雙睡的東西直接把你睡歪 讓你連歌都唱不出來 你就直接什麼效果都沒了 我只能說搖滾餅乾他真的可以搭配很多的陣營 因為他的技能是 你的輸出有暴擊 只要是多段式的傷害 就那一下只要他反正就是觸發暴擊都有 他就可以回血 欸不是欸啊你這樣子我那乒乒乓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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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乓 我就把他洗蛋打掉 我應該剛剛 我們拍的那一邊啊 我就直接講說 旁邊有個備注 牛糖上位版 然後誇號 還是沒有雙睡牆 偶上大家應該夠明白了 我這樣子也沒有在罵滴舍吧 到時候他們那個財報不好得 我被問候很可怕 不要這樣子講鮮餅乾嘛 鮮餅乾也是會有改強的時候啊 你看執政官啊之類的 你看那些其他的角色啊 都有改強過啊對不對 不要直接把餅乾說死嘛 改版第二天他們不會看我 改版第一天會 但是昨天後來打那個 BOSS接地賽的時候打到真的火氣直接出來了 我那真的受不了 但是我相信他們也下班了 這場怎麼看都輸啊 當初那個時候二周年啊 他們那時候在講說 有睡覺跟倦帶的時候 我那時候聽下去都覺得不太妙 果然端出來就真的不太妙了 他們那時候那個 那個影片還講得非常認真 這個還會進入倦帶狀態 我們覺得這個非常的 什麼非常的期待什麼東西 我聽到我有點都綠了 相當的期待啊 不是耶大哥你不是有藥草嗎 難道你是空配料 怎麼那麼軟啊他是空配料啊 對啊 我覺得他是空配料耶 沒有耶他的傷害是有的 哇 雪落加火龍果再加搖滾了 太搖滾了吧 他這個陣容我們的差別就是 一個是火龍 一個是歌手 我們要用我們的爆抗 來擋住你的傷害 預備開始 爆抗000000你看 我們的爆抗 我們透過我們的爆抗跟我們的 HolyBerryCookie 擋住了很多的傷害 我也不知道我在玩什麼 反正我一直覺得啦 雙碎其實都會比閃耀之星好用非常多啦 我一直覺得秉國可以出一個免廣告的東西啊 真的啊 他出一個什麼 優質秉友證之類的 我覺得沒差啊 就每個月170 就那個東西 然後你再給一點點水晶嘛 你就是給一個像月禮包 不然就把月卡的東西 多那個效果也不錯啊對不對 哎呀 嗨呀 等一下 搖滾值得抽嗎 搖滾可以玩啊 閃耀之星你要有 我先講很簡單 搖滾你要玩一定OK 因為搖滾其實他還有其他的搭配方式 像別人也有混什麼 襲籃啊或混別的 反正你只要是有多段的傷害 然後有暴擊 只要打到5次 他就會有一個範圍的小額回血嘛 對吧你不一定要配閃耀 可是閃耀之星他一定要配搖滾 因為你這樣子才有額外的 35%的那個 爆率會比較好用 目前來說的話閃耀其實是一定要綁搖滾的 但搖滾不一定要綁別人 怎麼辦我覺得這一隻餅乾他真的門檻好高喔 很不適合一般玩家玩 就很多玩家可能很興奮就說 我抽到了閃耀之星 然後請問他的配要怎麼配 我可能會問他說 請問一下你有 你有月光跟星辰嗎 有啊 那請他去 倉庫裡面打掃 不然你看 剛剛那樣睡一睡我就沒救了 我連放到都放不到 現場直接翻給你看 兩個那邊睡啊 對不對 你看又 兩個妖魔鬼怪 搭配一隻噴火龍 你看又沒了 對吧 可以出一個跟BTS舞台的那個 沒有啊新的那個音樂地標他就可以放 新的音樂地標放上去他就有跳舞的效果啊 可是我覺得他可以把他變成背景音樂啊 厚禮靴 這個超痛耶 你看 雙睡加噴火嗎 沒有雙睡加辣椒樹嘛 痛暴我跟你講 我現在這邊他一拳下去的時候你看 我的那個要觸發要觸發 一定要把辣椒樹打掉 不然那個屠子 超痛 快快補血阿你 啊不對我們現在不會補血了 我們沒有搖滾啊 我們放招 我們放招剛剛那個 回血量是那個 花小龍的 跟那個沒關係 好多分析了 好啦 那我們閃耀之星餅乾的初步分析影片 就要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當然啦 因為現在目前第一場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陣容相關的配置 雙碎的那個真的太強了 所以有點掩蓋掉閃耀之星的光芒 那當然看看之後未來有沒有一些新的搭配 或者是低色有沒有再做一些調整 就之後再來做更新吧 好啦 那我是碰碰 下部影片見 掰掰